东华尔街的传奇 就是从这并不起眼的钱庄开始的 1864年的上海 三鱼钱庄的跑街王淮山 在下班的路上 邂逅了惠德峰洋行的大班麦克林 一见面 麦克林开口就向王淮山借钱 两千两银子 麦克林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 他虽然没说 但王淮山也能猜得出 1864年的外滩 几乎所有的热钱都在干同一件事 炒棉花 北美地区和中国地区 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产棉区 美国爆发南北战争以后 其实造成了棉产量的一个急剧的下降 但整个欧洲地区 它的工业革命 还是到了一个非常旺盛的时期 所以它对棉产品的需求非常的大 那这个时候中国地区变成了主要的一个棉产品的供应地区 所以导致了上海和全中国的棉原料的价格的上涨 王淮山断定麦克林借钱是为了去炒棉花 因为这在当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王淮山是个很讲义气的 他自己根本也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 实际上他就把钱庄里的人家客户的存款挪用了 就借给他 麦克林跟他讲 我这个物理借钱时间比较长 最少半年 那么王淮山也答应他 果然他就是一去不回啊 到年终 钱庄盘点 王淮山挪用存款的事情 败露了 尽管钱庄老板就是王淮山的舅舅 但是迫于行规 不能姑息寻思 还是将他开除了 那么他也没办法 人也找不到 后来他就自己回到老家去了 想不到呢 麦克林后来是回来了 麦克林当初借钱 并非像王淮山猜测的那样去炒棉花 而是参股创立了汇丰银行 HSBC H是香港 H是上海 而且他的资本的来源 他的业务的范围 他的市场的体系 他都在东方 都在上海 麦克林回到上海 得知王淮山的遭遇后 深感愧疚 四处打听王淮山的下落 甚至动用了租借警察 最后 麦克林专程前往王淮山的老家余瑶 请他出山 麦克林 所以这个麦克林呢 对这个王淮山是特别感激 后来因此也特别重 就成为第一任汇丰银行的买班 人家的买班都要签合同的 他这个买班 合同也不要签 就直接嘴巴说一下 你来做 因为他相信他 觉得他这个人很讲义气 甚至他把那个金库的钥匙都交给他 当汇丰银行在外滩开张营业之时 他只是一幢三层小楼 还不是今天的模样 那时上海的棉花投机风潮达到了最顶峰 棉花贸易额的猛增对金融需求急剧上升 据麦克林回忆 那时上海金融市场炒买汇票的交易 没有一夜安宁的 然而 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 棉花种植园恢复生产 国际棉花价格迅速跌落 人们开始为贪婪付出代价 伦敦金融界率先发生倒闭风潮 迅速波及上海 上海大批银行钱庄纷纷倒闭 中国人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国际金融危机 那最大的一笔是当初李鸿章用中国的盐税 盐当时是中国除了粮食以外最重要的一个税种 用盐税来抵押 然后向汇丰来借钱 这笔协议也是清帝国第一笔重大的 对外的这种商业性的借贷 也给汇丰带来了很大一个收益 当时代表汇丰操作这项借款的 是王淮山的助手习政府 当时的年纪多少呢 它是八里 这个八里是不得了的事情 当时都是零点几粒 一粒就是高利贷 两粒就是当时的当铺绝高的利息 但是八里 八里汇丰你要笑死了 哎呀 笑说也上成开情这么位 习与善的曾祖父习政府 后来接替王淮山出任汇丰银行大买办一职 他们这样的人被上海人称为康百度 这是葡萄牙语买办一词的音译 他们介于华人与洋人之间 以成交易 酷油竹之词里对买办的描述是这样的 康百度明不等闲 宁波邦口和香山 逢人自诩呱呱叫 深列洋行第几班 买办这个阶层 在一百多年来 它一直在被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方式在做解读 有的人说它是一群帝国主义的走狗 但在实际上 他们并不是人 人的验鸡的验鸡 他们的经历 经历很重要 很高的质量 所以他们被选择 为了这些货币国主义的货币 他们的货币国主义的货币国主义 他们的货币国主义 但他们的货币国主义的货币国主义 所以他们的货币国主义的货币国主义 没有他们的货币国主义 位于东平路的这幢洋房 是汇丰大买办 习政府后人的产业 如今它被改建为一家饭店 店名依然显示了 和习氏家族的渊源 我们这边包房 有十个人家分间的 你大概多少位 我郑主义 自从在汇丰银行 得到买办的地位 从此以后我们习家 我郑主书到我的书工 最后我的唐书 这整整三代的 掌控着 卫风银行55年 我们家所分布出来的情节 所有的连带关系 掌控着外滩的 所有的大的银行 我们把外滩 如果更像美国的华尔街 这些做一个比拟的话 其实习政府在上海外滩金融 历史上的地位 非常像当年摩根这样的一个地位 就他是一个规则的设立者之一 然后是一个实际的游戏的一个掌控者 解放前 金融世家习氏的成员 大多宜居海外 如今只有灵星的几只后裔 还生活在上海 2010年春天 在习与善等几位族人的召集下 习氏家族的后代 在上海东平路的习家花园饭店 举行家族聚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